哈喽大家,我是小山妈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家最经常用的一些Amazon的好物推荐 因为在以往的视频中 好多宝妈都问我 哎,山妈,你家这个是在哪买的啊 能给个链接吗 这个好用吗 你觉得推荐吗 今天我就把这些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些东西 还有我每天都会用的 这些好物一股脑的分享给大家 分为山山用的东西 和我厨房用的几样东西 沙沙的玩具啊,绘本什么的 我基本上也都是在Amazon上买 Amazon应该成了我的首选了吧 至少它方便 虽然没有淘宝那么经济实惠 我记得那会儿我住丹佛的时候 还有住加州的时候 基本上是当天送到的 像我们这块比较偏远的 就是两天之后送到 但是也比好多其他商家好多了 今天呢,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Amazon的好物 那大家就准备好咖啡和钱包 跟我一起剁手吧 我今天还特别做作的用这个 经常被问的杯子和吸管套装 我每次用这个必定有宝妈在地下问我 沙妈你这个是什么呀 看着好漂亮 其实这个我也是就是被种草的 这个是我看那个的凯丽羊 就是弯曲的那个 我超喜欢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之忧,就特别喜欢 那个人的性格就特别招人喜欢我感觉 她当时用了,然后我就觉得 我好想买好想买 后来我又看Viki 她也用这个,我就觉得好漂亮好漂亮 最后我就买了 今天我也分享给你们 这个拍照啊,拿出去什么都非常非常好看 这个是Mason jar,然后这个管和这个盖子是一套的 所以你得买两样东西能凑成这一套 我当时就是看人家这么买的,我也就这么买了 好啦,那我们先从沙沙的东西说起吧 有两样是她天天都会用三样,四样 基本上都是特别推荐的东西吧 第一个呢就是吸鼻气 沙沙自从上了幼儿园,这个病就没好过 这个鼻涕就没停过 这个咳嗽就是 就是一个死循环 感觉周一到周五上幼儿园把病毒带回来了 周六周日好不容易养好了 比如说周一说再在家休息一天 然后周二周三比较好 周四就开始哦,又开始流鼻涕 咳嗽 每周每周都是这么个循环 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办 才能让宝宝就是好一点 所以这个吸鼻器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家是必备的 来说一下这个电动吸鼻器吧 这个首先是比那个 就是那个Freda Baby 就是有一个管 然后你用吸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吸力好像太大了 每次沙沙吸完 它都哭得不行不行的 就那种的 还有呢就是我还买过被亲的那个 就是日本的那个 那个吸力又太温柔了 根本就什么都吸不出来 还有呢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医院送过那个 就是捏的那种的 这样一捏出来 那根本就吸不出来 之后我就找到了这个电动吸鼻器 我觉得真的是LIFESAVER 它这个就是有开关 然后分三档 三档 然后我每次都会开到三给沙沙 如果孩子比较小呢 还有这个音乐 然后呢这条还有灯光 可以逗逗的孩子 不过现在沙沙这些都不用了 不过我想说明一点的是 这个它也是抗拒的 但是比那些都好多了 而且这个真的能吸出来 能把它东西给吸出来 现在呢我每天都会跟他说 说沙沙你是想让妈妈吸 还是你自己吸啊 他就没办法了 只能选 哎呀那我自己吸吧 然后吸完他也是这样一机灵 就感觉还是那什么 这里我给一个小tip吧 就是如果你要吸鼻子之前 你先让他自己哼哼 他可能有时候口水和鼻涕一块出来了 然后那个东西出来了吧 你拿他吸就只是把那个 外头这个东西给吸出来 他就没有那么难受 如果你上来就吸吧 他得就是感觉从你鼻腔里头 这样给吸出来 所以他是特别特别抗拒的 现在你让他嗯弄一下 然后再用这个吸 吸完了之后呢 你再给他打开看看 你就说哎呦你看看你这个鼻涕 这些鼻涕在你鼻子里 好难受好难受 出来就好了 你看还能吸到空气了什么的 你就跟他说说 不过这个是沙爸生物痛绝的 每次因为可能我每次都给他这样看 然后沙沙现在自己吸完了之后 自己就会打开 然后沙爸就说 你打开他干嘛 要吼恶心呢 哎呦这个不用打开 什么什么的 其实都是我过 都是从我受我影响的 但是每次让他看完了之后 啊他说啊鼻涕 他就觉得自己还挺有成就感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的宝宝用不上 但是如果有这个困扰的话 这个电动吸鼻涕真的是 嗯救星 你先先给弄出来 嗯弄出来 哦鼻涕鼻涕 哦鼻涕鼻涕 那边那边再吸一下 哦有吗 哦有有有大鼻涕 你这边还有吗 第二个每天都会用的呢 就是这个小梳子 你们的宝宝是这样吗 就他们的毛是那种细软发质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睡醒的 就是尤其这个厚的 就是刺了毛的 然后都弄成一个球那样的 你要用那种梳子梳 它会疼 但是你用这个梳 就一下就梳开了 反正我给他梳 他是从来没叫过的 而且他也自己喜欢用这个梳 他就老说call my hair call my hair 然后自己就梳了这个头发 如果你家宝宝也属于细软发质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 Tango Teaser 是不是 Tango Teaser的 我买的就是最普通的那个 好用 第三个每天都会用的东西呢 就是 它的筷子 好多宝宝都说 是吗 筷子推荐哪个牌子的 那我就推荐这个 你看我买了这么多就知道了 而且还有两个在路上 这个牌子就是那个Edison 不过之前有个宝妈跟我说 这个Edison不是我最开始用一个推荐勺子的那个Edison 那个勺子和碗的那个Edison是Edison爸爸 是日本的 这个Edison是韩国的 我说我怎么在我们这的韩国超市看见 这个卖这个筷子 原来它是韩国的 不知道他们俩谁学谁 反正这个筷子是从12日 他18个月左右我就给他买了 不过他那会还不太会使 等到他 就但是我每天都会给他 然后他没事就试试不会使他就扔在一边 然后还是手爪子是最好试的 有的时候会用叉子 但是他到21个月的时候 他就完全掌握了 可以用他吃一切东西了 现在每天都会用这个 他会自己选今天想要什么 他说这个是呜呜呜 这个是哇豆哇豆小攀棍的 这个是小青蛙的 每天都会让他选一个 你想用哪个筷子 他就用哪个 我包也还有一个 你们他出去吃饭 也是用这个筷子 男淇 sudo Jill 没喝 美香 嗯嗯嗯嗯 obedient 例如今 马豆 蛤 降起来了 蛤 看它站起来了 酢 这么厉害 蛤 encouraged 出来 出去吃饭 这个东西也是必废的 就是我们出去吃饭 除非我忘了带 要不然每次都会贴这个 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 贴在桌子上的一个小餐布 后头有双面胶 把它撕下来 直接就可以贴在桌子上 它也不会跑 然后它就可以在这上吃东西 我觉得这个特别方便 然后吃完了东西 就把它孩子吃饭 就特别脏嘛 每次就 它一吃完就一桌子 然后就把那些东西给放到这里 然后给它传成一个球 扔到那个盘子里 我们现在出去吃饭 小费都会多给一点 就是因为扇扇实在是弄得太乱了 不过是孩子蛮肯定的 但是有这个会稍微好一点 下一个想推荐的呢 就是上幼儿园必备的 和以后上学什么的 就是这种姓名贴 在第一天入学之前 那个老师就会跟你列一个清单 你上学需要什么 然后你那些东西上都要贴上名字 那会我就在Amazon上买了两家 这是其中一家 还有一家是 那个 那个我不推荐 然后在这里就不说了 这个我要推荐一下 你看看 这个是它八月份的时候 八月份第一次上幼儿园 我就给贴了一个姓名贴 给在这块 现在都几月份了 12月份了 8 9 10 11 12 都五个月了 这个还没掉 这可是水平上 每天都要洗的 而且还在洗碗机里头的 它都没有掉 都没有磨损 感觉这个瓶子都那什么了 这个都没有 所以这个质量是相当厉害的 这个呢 就是这样的 应该跟所有姓名贴都一样 因为它这个是防水的 它上到一层塑料的那种 你在这块写完了 然后把它给撕下来贴上 这样就变成这样了 我们之前是写了两版 然后那版就把第一次贴上 这版就基本上就没再用过 这个太精躁了 这个唯一一点缺点 就是它有点小 你看看 就是这么小 而且当时这一版里 好像有五六张吧 然后我家留了三张 然后给了月月妈三张 现在还剩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推荐的 如果你家宝宝生物商 幼儿园可以买一套这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沙沙的书架 它那个书架虽然说有点贵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值 比那些二三十的那个值多了 那个也是我去年 去年三月份刚从丹佛 搬到这块的时候买的 也是想了好久 因为我觉得一个书架 一百多块钱有点贵 这种书架非常适合 这种小宝宝 这样它这叫那个face front 就是把那个书的正面 都对给宝宝 这样能让宝宝更好的选择书 激发他看书的兴趣 我感觉我放的书太多了 这是我需要改正的 我老舍弃不了 其实应该是rotate 然后定期的rotate 然后呢放少一点书 这样更整洁 更能让宝宝喜欢 这个书架也是超多宝麻问 而且我是超级超级推荐的 我觉得质量很好 也很好看 颜值也高 质量也好 也对宝宝的成长有好处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投资的一个东西 再推荐两个 沙沙睡觉的吧 一个就是它的睡袋 这经常会问的说 沙沙穿的是哪个睡袋呀 就是这个乌冷脑的 就是那个羊毛 那个 它叫四季睡袋嘛 就是它是恒温的 现在沙沙 不管是冬天 还是夏天 还是什么 它里头都是穿一个 长袖的秋衣 然后底下是光着的 然后外头套一个这个 就行了 我觉得它每天早上 也没有出汗 也没有冷 就是体温都是正常的 我觉得它还挺神奇的 而且这个能穿好久 你看这个超长 我是去年三月份 我们搬来的时候 我就买了这个 我感觉还能再穿两年吧 当时买的时候 沙沙就这么点 现在到这了 我感觉再穿两年 应该没问题 虽然它一个要100块钱左右 就90块钱 100块钱左右 但是这能穿三四年 我觉得比买一个普通的 然后每年都换值多了 人家说了 不让用那个什么烘干机 我每次都是洗衣机 烘干机 也没有气球 里头有点气球 不碍事吧 我觉得 这方便 如果不让我烘干机 那不行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抗燥 我特别喜欢 它有各种颜色的 我给沙沙买的 就是最普通的 那个粉色白点点的 推荐 好了 沙沙的东西就差不多了 厨房的东西呢 有三个小东西 是我强烈强烈推荐的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steamer 微博炉的蒸箱蒸锅 我记得之前我发一个视频 然后第一次出现这个 然后有个宝妈问我说 那个这个是什么呀 然后我就把那个链接发给她了 然后她买完了之后 后来那个过了一周吧 还是两周 特意又回来说 沙沙妈我一定要吹爆这个 这个实在太方便了 什么的 我觉得也是 自从我有了它 真的是超超超超方便 你知道这个是我在哪种的草吗 就是在吃播 有一个韩国小姐姐 是叫什么 Hams H-A-M-Z-Y 她是不是那个反华 还是怎么着 反正现在被禁了 最开始的时候 我看的 现在我不看了 求生欲满满的 现在不看 真的不看了 我是第一次在她那里看见的 她就是有一个跟电饭堡似的 她就把一整颗那个 那叫什么 Cabbage Cabbage 加什么 那个菜 原白菜 对对对 就是那个原白菜 就是美国这头最普通的那种Cabbage 她就把它放进去了 放进去之后呢 往里头加点水 然后就放微波炉里了 好像弄了五分钟还是什么 然后出来之后 那个就变成蒸原白菜了 然后我再说 这什么东西 它怎么还能放在那个微波炉里 这么神奇 它用的还是塑料的 我说这个安全嘛 后来我就上Amazon上搜 我就搜的是什么 MicroWave Steamer 后来呢 我就挑了一个 就是比较贵的 因为它这种是那种 食品其硅胶的 会比那个普通的塑料的会贵一些 不过也还好 收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后就一个小薄片 你就随便塞在哪就可以了 也不沾地儿 然后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这个底下有一个小小撑子 我一般就是底下放个水 你可以直接把东西放在上面 但是我会放一个盘子 这个就省着洗了嘛 然后呢 先把它放 然后这样 然后放在微波炉里 你蒸几分钟就行了 莎莎特别爱吃什么烤鸡腿 烤什么烤鸡翅 腌好的鸡翅鸡腿什么的 放在里面 放一个盘子 放在那个什么里 如果经常看那个 我给莎莎做饭 就应该对它非常熟悉了 蒸先蒸八分钟 有的时候烧烤 你吃到里头都是那个红血丝 我就怕把孩子给吃坏了 所以我先用这个蒸一下 然后再用空气炸锅 再炸个八分钟 如果你家没有肉菜 什么烂七八糟的 我每次都给莎莎弄一个这个 就超级超级方便 而且这个蒸其他的东西 也特别特别好使 如果今天所有东西 只让我推荐一样的话 那我肯定是推荐这个 真的是做饭的福音 第二个呢 就是电动的研磨器 这个是放黑胡椒的 这个是放盐的 这个也是好多人说 应该是什么东西 怎么嘖一响 然后就出来了 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好 就是它这样 然后你上头按这个键 然后它就出来了 这个盐 这个也是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做饭的 你都懂 就是那种拧的那个 就是当你手上 湿湿湖湖 或者还有 比如说你在腌什么肉啊 或者弄什么菜的时候 你手上不是很干净的时候 你是很 很不想拧你家的那个东西 或者拿你们家什么东西的 你们懂吗 如果你们懂 肯定是经常做饭的人 你会明白 我觉得这个东西 要推荐给不做饭的人 肯定说 这跟那拧的有什么区别 太有区别 你们懂的都懂 好吧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 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在那个 Viki的那个视频种草的 最后一个呢 就不用飞在Amazon上 这种茶包 我不是用它来泡茶的 如果经常看我做饭 尤其做汤的人 肯定知道我用它来干嘛 放花椒 大料 香叶 桂皮 然后葱姜 什么东西的 你如果你经常熬汤的话 你到最后把那些东西 捞出来是非常费劲的 而且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放的蒜呀 葱啊都烂了 烂在汤里头了 尤其我家用高压锅嘛 你都烂在里面 那是非常那个难弄的 但是呢 有了它之后 你就可以把那些花椒 大料都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到时候给系上 等汤熬完了 肉弄完了之后呢 你就把直接把它一捞出来 直接一扔就行了 汤是非常干净的 但是我买的这个稍微有点小 如果你们要买的话 可以买那些大一点规格的 当时我是买了 因为它好像就特别便宜 然后买一大包那种的 我这次到现在还没用完呢 这个是我在丹佛的时候就有了 到现在还没用完呢 好了 今天呢就先推荐一些小件 比如说大件什么咖啡机呀 什么空气炸锅呀 然后涮火锅的那个 还有我家的高压锅什么的 到时候我可以整一个 电器类合集 你们想看吗 我超喜欢买厨房小家电 到时候再说吧 今天呢就分享这些小东西吧 如果你们用过哪个 也觉得好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对对对 还有你们推荐什么 就是那种特别不起眼的 但是你生活中离不开的东西 一定要反向种草给我 好不好 我觉得有完了之后 最想的就是生活方便 活着不易呀 好了 拜拜 拜拜